大家午安 大家好,感謝你 收看美鳳有約 母親節快到了 我想母親節就變成一個 做整理的表現 孝心的時候 好,譬如說 這個季節給媽媽換一個 很不錯的鍋 然後這個鍋 它有一些不同的功能 可以很輕鬆的準備三餐 省力又充滿了樂趣 當然我會覺得說 除了送這個鍋之外 還是再包一個紅包 因為送鍋 媽媽會覺得說 叫我煮料理 當然煮料理 每天你用這個鍋子 讓你輕鬆的 另外一個小紅包 媽媽就去買一些 自己喜歡的東西也不錯 好的 有時候媽媽的鍋子用久 有時候不甘瘡 煮得很辛苦 要洗衣服很麻煩 用一個好的鍋子 就能輕輕鬆做料理 好的,今天誰來跟我們分享 什麼樣的鍋子做 什麼樣的料理 其他非常的簡單的 我們來歡迎 我們這個偶像 簡宏林還有美女主廚萱萱 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二位 好,好燈對哦 美鳳姐好 好燈對哦 充滿了年輕的活力 謝謝美鳳姐 美女主廚有一段時間不見 很高興你又來 又很漂亮 謝謝美鳳姐 廚藝又更進步了 謝謝 人又越來越亮麗 但是我覺得 男生是要作料理 基本上現在其實也不多 又比以前多 但不是說像... 尤其在外面 像你們根本也很難得 有機會自己下廚吧 對啊,我都是趁我媽媽不在的時候 才會有機會使用到廚房 你媽媽不在你會下廚 會 不是就吃外面嗎 如果真的覺得外面吃得 有點膩的時候 會自己來秀個兩下這樣 也是啦 常常在外面 對 但是說實在 作個料理很麻煩耶 要收、要用 很麻煩 有時候去外面吃也不錯 當然要找到一個適合的 比如說美女主廚做得就很好 對不對 食材各方面都要很OK 因為在外面吃 就是怕說調味的東西 或者是添加物太多 對,因為現在食安的問題 所以就是很擔心說 我們現在去外面吃的時候 會不會吃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對 還是太多的添加物 對 有一點擔心 包括衛生塊什麼 對,所以還是 是的 當然今天母親節到了 要幫媽媽挑一個 然後除了可以就是 讓媽媽煮好吃的東西給我們吃 我們偶爾也可以用到這個鍋 對 是哦 要不然媽媽說 你母親節叫我還買鍋 叫我一直煮 都是我在煮 你都自己沒有煮給我吃 所以說挑一個鍋 自己也可以煮的 對 好 那兩位今天要合作什麼料理呢 好,我們今天要作的是 翻紅花干貝蘆筍的 義大利燉飯 一百八十CC 蘆筍六根 洋蔥一顆 黃檸檬一顆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作的義大利燉飯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高湯 這個高湯是我剛剛用洋蔥 還有蛤蜊 新鮮的蛤蜊 就下去放 然後煮高湯 我們煮個五分鐘 滾了之後五分鐘 它就是自然天然的高湯 這樣子啊 不添加色素 不添加其他的防護器 就是天然的高湯 蛤蜊它有鹹度 對,它有鹹度 天然的甜味 它就是我們天然的高湯 好棒哦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開火了 好啊 這個鍋子 其實我們今天用的這個鍋子 它是... 不沾鍋之王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中間有一個 對啊,紅的 紅紅的 它不是一個造型 它其實是有作用的 什麼作用 它可以讓一般... 因為剛開始學作菜的人 對 最擔心的就是油溫 應該是鍋子的溫度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下鍋 這個油鍋 很燙 什麼時候可以放下去 你會不知道... 因為其實作菜 最重要的就是熱鍋 你的溫度要夠 你會看到它現在呢 原本是紅色的是... 是長這樣 可是它如果溫度到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深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它兩邊的差異 已經不一樣了啦 對 一個整個變深了 變深了代表我們鍋子熱了 沒有那麼鮮紅是不是 對 比較糊糊的感覺了啦 我們這樣子鍋子就熱了 這樣子就可以下鍋做東西了 對 現在要先加油 紅磷 紅磷是酒磷... 是,藍酒磷 藍酒磷 藍一個... 你會餵女生然後下廚嗎 其實會耶 因為其實我... 因為從小在家 我很早就一個人住了 然後自己在家也喜歡 動動鍋子、動動燥 那在... 尤其是在追女生的過程 我覺得下廚是一個 非常加分的一個... 這樣也加分哦 真的,我覺得非常加分 有哦,有加分好了 會先加分 好,我們現在... 因為它的溫度還上來得滿快的 我們現在馬上就先把 我們的洋蔥炒香 好 洋蔥要炒香哦 那如果男生... 你一下廚 那更是加分了 對 是不是 我自己喜歡會作菜的男生 那你又會作菜 他也要會作菜最好嗎 對 像這種時候可能... 比如說假如 如果我跟宣宴老師在一起 就負責洗碗就好了 好 就是煮菜我們男... 因為我們男生不喜歡洗碗 你知道 把不喜歡的叫人家作 對啊 你就洗碗就好了 對 好啦,開玩笑的 好的 好,我們剛剛已經有... 再加一點點油好了 好 我們剛剛已經把洋蔥炒軟了 炒到有點上色 然後變透明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要來加一個義大利米 這個時候也要加什麼 這不是台灣米哦 你不能用台灣米做義大利米 有分嗎 有差 對,因為這個義大利米 有沒有發現 我沒洗 沒洗,對 對 我有洗成功 但是我沒洗米 米不能洗嗎 米不能洗 對,這個米如果一洗 它的澱粉質都會被你洗掉 就不會這樣... 對 因為我們吃燉飯 是不是要吃它稠稠的 勾勾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個澱粉質洗掉 所以我們要現在這樣子 繼續把米放下去 然後把它炒香 炒個差不多一、兩分鐘的時候 等一下再來加其他的東西 請問一下 如果用台灣的油脂米也不用洗啊 對,台灣有一種棉洗米 但它不能作燉飯 為什麼 因為這個燉飯的米 義大利米的吸水度 是一般的 我們米的吸水度的五倍 所以等一下它吸起來 它會越來越膨 它不會爛掉 它會一整顆薄薄滿滿的 如果是用台灣的米 或者是你用越南米、日本米 煮起來 它就會變成 對,所以我們要吃燉飯 沒有要吃粥 好,我們現在炒香了之後 這個是白酒 白酒 對,要不甜的白酒 白葡萄酒 不甜的 對 那你要記得鍋子要熱 要聽到有這個 茶的聲音 這個就是最好的聲音 香氣都那個 對 好的 其實一般義大利人 他們在作燉飯 我們其實會... 廚師會喜歡選用比較厚的鍋子 對 對,通常不會用這種薄的鍋子 用這種不沾鍋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會想要選用 這個鍋子來作呢 因為這個不沾鍋 它的後面 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個這個 童文設計 是 那考一下 考一下美鳳姐 是 你們知道這個 童通常是它的效用是什麼 它有什麼特色 好,你知道 好,你說 應該是... 還是美鳳姐先講 你先講 好,我先講 好 怎麼推來推去 我覺得應該是均勻受熱吧 均勻受熱 答對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啊 就是它其實 但是銅有一個... 有一個壞處就是它 對,所以通常 如果你買銅鍋給媽媽 很貴 可是它也拿不動 其實不太好 我們有這個童文設計 可以幫助你整個 瘦肉非常平均 然後瘦肉也快 又不會很重 對,又不會很重 你看我可以拿這個鍋子 這樣翻來翻去 聰明 代表它很輕 對 聰明 對,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高... 對,接下來 都已經吸收好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來做一個 一直重複的動作 高湯一直加 然後我要請你幫我攪拌它 攪拌 好,分工合作 好,攪拌 用這個 對 對 一直不斷的攪拌 對,在中間旁邊 一直不斷的攪拌 這個動作 我們差不多要加個 六、七次的高湯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不能一次加到底 因為這樣子慢慢的攪拌 讓高湯吸收 它的澱粉才會慢慢的出來 釋放出來 了解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煎干貝了 好 煎干貝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 要非常乾哦 所以因為干貝 它會出很多水分嘛 你一般買到這個干貝 從北海道運過來 一定是冷凍的 冷凍 你一定要買那種是整顆 漂亮冷凍的 才會好吃 好,我們這邊先熄火了 好 我們現在干貝的溫度要熱 好的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油 好 干貝其實退冰的方法呢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買回來一整盒 你要吃幾顆 你就先放在家裡的冷藏 好,冷藏 退冰一天 隔天我們再把它拿出來 再使用 對 好 現在 很熱了 要很熱的時候放下去 你要聽到 嘶的聲音 有 然後你放下去之後 不要動它 好 不要動它 好,稍微注意一下火的溫度 因為我們這個鍋子 其實它導熱非常的快 然後也非常的均勻 還有煎乾貝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不要... 你一定要把它擦乾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能去鐵板燒 師傅沒有退冰退得好 那它煎出來 旁邊會有那個白白的水 跑出來 對 那個干貝就不好吃了 不能吃那樣的干貝 那個甜味都不見了 對,甜味就完全都出去了 我們要這個干貝 它下面有一點焦焦的 那個焦焦的 焦焦的 對,所以我們這個要等 要有耐心的等 好 好 讓它的油可以分布一下 對 當然我們只能煎一邊是漂亮的 另外一邊 等一下翻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關火了 對,所以中間還是有一點點嫩嫩的 這樣才會好吃 好 我也很怕吃生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讓它自然熟 可以,OK 好 我們現在就來先加一點鹽巴調味 好,這個時候要看干貝 有沒有鮮得漂亮 我們可以偷偷看一下 對,它可以 你看,這樣是漂亮的 漂亮 好 對 這就是漂亮的 我們另外一面 我們就數個三十秒鐘 就可以關火了 好 那... 好 就是心裡莫屬三十秒鐘 這個時候我們就準備先來 擺盤嗎 擺盤了 好的 對 我們... 擺盤要再加湯 對,你看我們的燉飯 現在它是呈現比較乾的狀態 但這個不及格 它還要有一點點的水分 對,所以我們再加一匙的高湯 那要再開火嗎 攪拌一下 要開火嗎 不用開火,沒關係 因為這個高湯是熱的 好 對,我們讓它有一點濕潤度 因為等一下這個燉飯吃起來 它是要有點濕濕潤潤的 好的 好 來,我們要看這個燉飯做出來 就是漂亮的標準 就是我們放在盤子上面 倒下去的時候 這個好像還有點太乾 太乾 我們要拍它的時候 它是會掉下來的 這樣子 所以義大利的廚師 他會檢查燉飯的時候 是這樣 看它可以這樣拍一拍 可以平嗎 對,它拍一拍會不會變平 如果會變平呢 它就是好的燉飯 對,所以我們就稍微這樣子拍一下 不是用壓一壓這樣子 對,不能壓 讓它自然平 代表它的水分是夠的 了解 好 好,然後它拍平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把干貝放上來 好 還有我們的蘆筍放上來 好 我們拿一個夾子 好的 這盤不是用高高的 是用平的 所以它們真的不吃多 就這樣意思意思 對 干貝好漂亮哦 對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檸檬 一點點 好,再來一個白酒 一、兩、兩 好的 這樣就夠了 OK 完成了 好,那我們可以 來,準備上菜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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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覺得這樣很清爽耶 對 然後擺一個蘆筍 而且有一個蘆筍 大小看起來很好吃 好,我們就... 都有了 我們就可以來享用了 來 好 好,這個蘆筍 好 還有誰要 你們可以吃干貝 好 很鮮耶 一定的啊 而且那個焦焦的那個香氣 對 更讚 有時候一點點焦焦 反而是提... 提味 對 這蘆筍 撒一點鹽就... 就是簡單的鹽巴就好了 對 不要再多加其他的 很棒 只是說燉那個就費工 對 它真的是一個比較費工 就是比較花時間的燉飯 但是那個過程 其實不會說很麻煩 就是再加那個什麼 其實你的調味其實也很簡單 一個白酒 對 然後米就一定要慢慢攪拌 對 因為我們的鍋子 它這個就是... 它的灼熱是還滿均勻的 對 所以米煮起來就不會... 因為有時候還真的要看鍋子 真的要看鍋子 如果你用一般 再薄一點的鍋子的話 其實燉飯煮起來 它的澱粉質出不來 然後很容易就焦掉 如果它的受熱不夠均勻的 所以很容易掉 對 所以這個鍋子是夠厚度 但它不會很重耶 它不會很重 它真的很輕耶 大家看 對啊 我一個弱女子 算弱女子嗎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拿起來 然後其實它是... 這個鍋子 它其實是法國的領導品牌 就是我們所謂的不沾鍋之王 對 我們剛剛有說 其實它的材質裡面 它用的是很安全的 不是那種大家說的鐵芙蓉 對,大家會擔心不沾鍋 它是... 對,它的這個材質 其實它就算掉了 你人就是吃下去 身體會自然代謝 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材質 那為什麼其他人不用這樣呢 可能其他... 現在其他有一些廠商 也有在用類似的材質在做 但是沒有他們家做得那麼好 重點是這個鍋子 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昂貴 它是我們大家 還可以接受的價位 因為其實現在花錢 不是人家不願意 就是說花一點錢 用的東西是好 可是有些時候你花錢 它給東西也很不好 譬如說你剛剛說 那個什麼... 會... 鐵芙蓉是不好 然後大家又會... 有一些鍋子很貴 它是吃牌子 對,你買一個牌子 可是你真的沒有買到 你想要的材料 你就會有點擔心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 有用他們家的鍋子 然後我其實 然後都用不壞 有點生氣 想換鍋子了 對,它的耐磨度很強 它不會像其他的鍋子 就是你刮一刮 媽媽不小心用到什麼東西 滷到 然後它就一痕 你就把它丟掉了 我們家鍋子還是都保持得很漂亮 因為當然就是說 你那個在使用它 我們也不能用鐵 特別一口 當然煎熟 我們不要用鐵是最好的 可以維持久一點 對 當然有時候就是說 耐磨度很重要 還有就是鍋子熱熱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人家說 要去洗的時候 沖冷水不太好 還是怎麼樣 對 對啦 會有好多顧慮 我已經煮飯那麼辛苦 我還要去照顧說 等一下 我要想鍋子要怎麼洗 媽媽好辛苦哦 對啦 當然就是說 有一種就稍微降溫一下 有人說 我從背後開始先沖一下 讓它不要那麼... 第一面 我不要先用內鍋 去接到冷水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它使用度是非常... 可以很久的 對 就算你真的不小心去回到瓜道 其實都還OK 還OK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 正常的壽命應該是說 可能一年多到兩年 但我現在已經用到第三年了 因為你很消耗的 但是話說 我們家真的很多鍋子 我有任何的銅鍋 什麼鑄鐵鍋什麼都有 但是還是真的家裡一定要有 一個很好用的不沾鍋 不論你是在會煮的人 真的 不沾鍋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而且不沾鍋比較... 它其實不怕... 就是說比較怕變形 你知道嗎 對,會怕變形 不沾鍋它很怕就是... 應該是說它很怕高溫 有一些不沾鍋很怕高溫 我們家的不會 這個攝氏三百五十度OK 所以有時候我在用鍋子 有時候拿來作油炸 也是可以的 代替油炸鍋 怎麼看我們的不沾鍋變形呢 通常人家都是說 有時候你如果把不沾鍋 要作煎蛋的時候 你的蛋會跑來跑去 就是散掉 那個是因為你的鍋子 已經有凹凸了 就是... 這個叫變形哦 變形不平 我以為是鍋子沒放... 我以為是燒 是因為鍋子變形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盡量的 就是保持它的耐用度的話 保持就是 不要空燒 對 這個是保養之一 而且... 不然你可以用那麼久 使用得當的話 就可以維持比較久一點 對 好,重點就是... 好,它也不會很重 然後價位 因為也不會給人家太大壓力 對 比較起來 然後使用性也都是... 其實真的有一個不沾鍋 是真的很好用 安全性又要夠 對,安全性很重要 對 因為就怕它... 就是刮到很... 那個屑屑是真的 對人體是不好 但是它就這方面比較不會 那母親也到了 當然就是說 我們體諒媽媽 還有有時候自己要作料理 的時候這個鍋子也可以來使用 對 當然就是我一再強調說 除了送鍋 最好再包另外一個紅包給媽媽 要不然媽媽... 就是重點 對,要不然媽媽媽... 母親節送鍋 我一直做 當然他都不敢玩嘛 我們給他作一個參考 幫他玩就算 要作一個 跟媽媽逛逛一下 因為我們在外面接觸比較多 就會比較... 什麼樣的不同的鍋類 其實都可以作選擇 是 你們來幫忙作一個選擇 所以其實造型滿好看的 又好用 所以選一個不錯的鍋 給母親節 他用這個鍋就想到你 也是不錯哦 對 也非常謝謝兩位的光臨 謝謝你們 謝謝 這個很好吃耶 這個滷水好好吃 你剛剛沒吃,你吃 真好吃